首先談遠一點,談英國 英國首相將會換人 楊項順正式離開 今天將會向英女王第的辭職信 而卓慧斯將會成為英國首相 我們回顧一下楊順順 楊順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挺厲害的人 他一手帶領英國脫離歐洲 帶來脫離後,他有甚麼問題未解決呢? 還有的,就是愛爾蘭的邊界問題 北愛爾蘭的邊界問題,到現在都未解決 因為這未解決,所以和歐洲之間很多協議 包括在貿易上的協議 都未完全可以談得成 好了,他現在放下這個問題之後 就應該由卓慧斯去處理 楊順順本身在整個大領英國脫離歐洲 是非常成功的 他也很成功地在英國洗走了 來自東歐,例如羅馬尼亞、寶加利亞的工人 他把很多人迫回東歐 但換來的就是英國 在經濟上沒有了一個前景 英國人對經濟的擔憂是越來越嚴重的 他曾經因為當時在剛剛退交的時候 英國經濟還是很好的 所以當時英國還是很注重環保 很注重自己的福利 很注重醫路系統 那樣子也做得不是差的 事實上不是差的 譬如格拉斯哥第26回的一個 這個氣候峰會就在英國舉行 就在蘇格蘭格拉斯舉行 他當地,他做了地道 都做了東道主 可惜在2030年探牌坊的減牌 又或者在2050年探牌坊清零這個目標 都沒有辦法在政治上取得很大的進展 那就唯有下一屆 好了,約翁遜最令人擔憂 或者最令到英國人覺得他要下台的 不是他表現 他先表現是OK的 在疫情抗疫的政策裡面 鬆緊、收緊、封閉、放開 去到全面復甦 他做得很好 是真的很好 最差最差 英國人開始覺得約翁遜 他經常在他的口中說謊 他說謊的目的可能是美麗的誤會 也可能是善意謊 目的就是要保證自己可以繼續執政 但這些說得多 英國人慢慢覺得厭 現在的背景本身在戰爭產生的壓力 尤其是在生活上的壓力 包括了能源壓力 能源的價格壓力 也包括了脫勾之後 經濟已經找不到一個起色 找不到一個方向 這兩個因素 導致約翁遜離開了 約翁遜離開 本來新偉城應該是最大熱的 新偉城大熱的原因 是因為新偉城主要負責 在約翁遜年代主要負責派錢的官員 所以大家看到新偉城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好消息的 就是說要派錢 有些收費上限 這些都是令到英國更加福利 令到英國人覺得新偉城是一個面孔很接受 在黨內是怎樣呢? 黨內的投票結果 結果不是大家一般預期的 卓偉城去到66%的選票 卓偉城結果得票率只有57% 而新偉城有43% 距離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遠 但是新偉城也很大方的 卓偉城將會成為一個 在57%保守黨員投票支持的一個首相 這個數字並不是好事 因為以往過去那麼多屆的首相 都超過六成 即是說 卓偉師只有57% 即是低於六成這個門檻 某程度上可以顯示 卓偉師未來的施政 並不會非常暢順 亦都可能 他甚至乎有少許揹腳咬嫌疑 為什麼呢? 卓偉師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反敗為勝 擊敗新偉城? 本來民調是相反的 新偉城的支持度超過六成 而卓偉師只有三成 但很短時間之內 新偉城的支持度大幅落後 卓偉師反轉了 某程度上的原因 會不會是英國保守黨黨內大佬 為卓偉師做了很多拉票 或者做了很多遊說工作 而到了英國保守黨的黨員 覺得卓偉師的前景 對於保守黨來說 比新偉城好 好了 新偉城無路如何輸了 卓偉師現在面對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看一個 Statistica Statistica 在英國做的 他的研究是 從2019年6月開始 做到現在 不斷不斷地做 他的問題是 其他國家面對著問題 你覺得最大 最重要的是哪個問題呢? 原來他的答案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脫勾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問題 第三個是移民問題 第四個是健康問題 即是一些衛生問題 第五個問題是環境問題 第六個問題是crime 即是聚安問題 第七個問題是教育 第八個是housing 即是房屋 第九個是defense 總共有這些問題 九個問題 防禦、防務、教育、房屋、罪案、環境、衛生 或者入境問題 即是輸入人員 包括東歐人員 以及一些移民問題 包括經濟問題 包括英國脫勾問題 你看一看 現在最顯著的 原來在2019年開始的時候 最顯著的問題 就是脫勾問題 當時脫勾問題佔了67% 即是67%的英國人覺得脫勾問題 是英國的頭等大事 當時是2019年的6月 好了 當脫勾完成了 脫勾問題開始慢慢慢慢降下來 但是去到2020年的下半年 它突然升上 原因是因為當時 英國和歐洲 在脫勾問題最後談判的一個框架協議 在很多範疇上都有不同的意見 包括北愛爾蘭究竟有沒有一個硬邊界的問題 即是檢查的邊界問題 好了 另一個問題是本來在第二位 曾經在過去兩年 是比較顯著的 是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健康問題 即是說應該是衛生問題 原來它一直 本來開始的時候 只是有34%的人關注 大部分關注了脫勾 一脫勾解決 人們第一個時間 將問題擺成健康問題 包括一些醫療保險 醫療問題 這個問題佔了 長期佔了百分之甚至74% 曾經比起脫勾更加多人關注 長期都是50-60%附近的 最近就跌了 你也可以看到約翰遜 是真的做到事 在2020年到2022年的初 健康問題或者衛生問題 或者醫療問題 還是英國人關注的頭號問題 但是到了大概在2022年的2月 這個問題就跌到第二位了 第一位是誰呢 第一位其實就是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本來在脫勾的時候 大家不擔心的 英國人覺得脫勾對英國來說 的前景是美滿的 因為英國將會擺脫了歐洲的壓制 尤其是法律系統壓制 或者在歐洲的標準 或者一些歐洲的貿易 或者是一些規則上的框架 或者是一個制爪 令到英國經濟 全部人當時知道脫勾的人都覺得 只要脫離歐洲 英國就可以自己 真真正正地當家作主 是為自己的貿易 自己的經濟定下一個發展的目標 以及在一個法律系統 或者在一個管理系統上 定立自己的方向 所以當時在脫勾初期 即是2019年6月 英國在脫勾問題 還是很熱騰騰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經濟問題很低 因為大家覺得是反而會改善的 但是當脫勾完成了 經濟問題馬上就向上升了 當脫勾完成大家就開始擔憂 經濟是否等於 大家預期在脫勾之後 可以當家作主 可以在英國的經濟 可以脫離歐洲的制爪 大幅上升 因為結果是沒有出現的 所以經濟問題 是現在成為英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佔69%的人 是關心經濟的 好了 今時在2002年的8月 英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經濟 佔69%的人 覺得經濟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重要的就是 健康 醫療問題 疫情仍在前面 有38% 丁當碼頭的包括了環境問題 有32% 比較顯著的就是移民問題 有22% 脫勾有17% 其他都是 比如說房屋問題 或者是罪愛問題 或者是防務問題 或者是軍事問題 都是佔11%到15% 好了 現在卓慧斯面對著的 卓慧斯馬上講的 他講得很口響 好 現在開回了 剛才好像他突然間 Youtube停了直播 現在可以開回了 第二個問題 他說將會解決能源問題 最尤其是 他覺得 他包括可以在英國 開放葉岩油的開採 可以增加石油供應 去減低英國本土的油價 令到英國人 在油價方面 沒有那麼辛苦 人家說 怎樣辛苦呢 倫敦是英國 現在倫敦是歐洲 其中一個最貴的油價地方之一 是三大最貴的 能源價格最高的地方 不要說只是油價 是連電力的消費 都是歐洲單價上最高的三大之一 不過如果你說購買力 東歐國家就馬上飆上來了 譬如捷克就馬上一支箭彈上來了 因為捷克的能源價格 跟英國不相伯仲 但問題是 捷克人的收入是低於英國 所以如果說購買力去計算 英國可能現在歐洲 在油價或者電力價格上 排第四排第五 即是說 如果不連購買力 倫敦或者英國 電力或者能源 肯定是歐洲最貴之一 好了 卓慧斯怎樣解決問題呢 其實這個問題 設定在於他派減稅 令到英國人覺得 會在福利上或金錢上有所幫助 另一方面 他說會解決能源問題 但是沒有說怎樣解決 因為能源是一個國際問題 不是英國自己可以就這樣解決 就算他說現在開業顏油 業顏氣的開發 都不等於英國很快 今個冬天有足夠天然氣供應 所以天然供應或者能源 仍然是高企 英國人仍然會覺得痛 因為英國人覺得痛 或者企業的盈利 或者商業活動是比較低迷 所以罷工活動已經多 難加一個人工 福利很難去改善 罷工自然多 出去施要面對的 包括第一個能源問題 包括第二個通脹問題 包括英國人的痛感 覺得錢 賺回來的錢 是沒有辦法可以滿足他們的消費 第三、第四個問題 其實就是外爾蘭 北外爾蘭的硬邊界問題 這個必經的問題 在當疫情 或者當俄乎戰爭 稍為淡卻的時候 英國脫歐 和歐洲之間 被解決的問題 包括了北外爾蘭的硬邊界 究竟是否需要檢查貨品 還是說 在英格蘭海峽中間去做檢查 或者是沒有邊界 楊岡遜曾經想硬衝 但是卓慧斯究竟如何和歐洲糾纏呢 走前這也是一個重要 而是他還未解決的問題 也包括了移民問題 現在很多香港人移民 也有很多東歐人在英國 究竟這個問題 仍然會否由英國人重新關心呢 楊岡遜曾經帶起了一個問題 令到英國人蠻反移民的 尤其是反東歐的人 因為英國人搶著飯碗 廉價也不跟規矩 不交稅的情況之下去工作 但是呢 究竟卓慧斯 可不可以解決現在當前面對的問題呢 就這樣看卓慧斯的過去 他很多時候失言 他失言還有一些很基本知識 他去見外賓的時候 就算見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時候 他都可以說錯話 這一個是卓慧斯的特色 即是說 他根本對事物 是不了解透徹的 他能夠成功擊敗心偉城 可能背後 他有很多 英國保守黨的老黨員 或者勢力的助力 會不會他做了首相之後 在他包括用人 即是成立內閣 包括他做決策的時候 都會受到勢力的騷擾呢 或者會不會真的 英國政壇 老奸計劃到這個程度 當大家推低一項信 想捧新偉城上來的時候 新偉城結果墮馬 其實目的就是想找一個更弱的人 就等於文翠先生 很快可能兩三年之內 可能卓慧斯 已經面對一連串解決不了問題 結果卓慧斯 是被迫著都要下台 結果由新的人再上入 會不會這樣呢 一早擺定局給卓慧斯 現在卓慧斯面對的經濟問題 面對的能源問題 能源價格問題 面對今年冬天 究竟熬得冬不冬 面對著就是英國脫鉤 之後後遺症 剩下北外宇蘭的邊界談判 或者邊界如何處理 還未完成 這些都是卓慧斯面對的 燙手三腐 那麼卓慧斯是否容易 到過去幾年的手上之位 是絕對不容易 卓慧斯是否等於 像戴卓爾那樣的鐵糧之本式 看來也未必 因為卓慧斯過往的表現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強 好了 英國就不斷留意著他